这两天有一条关于丢外卖的新闻引发了大家伙的功名了 上海一所高校的大一学生小高 直接在校门口撞破了偷拿自己外卖的外卖贼 当时这个小高去校门口的外卖架上找外卖 但是怎么也找不着正着急呢 身边一名女子有点心虚 拎着手里的几份外卖了转身就跑啊 正在给外卖员打电话的小高就意识到说 对方可能就是外卖贼 赶紧追了上去 果然就在女子手中找到了自己点的外卖 看起来不是统计的学生 然后岁数的话大概二十几岁吧 到那个外卖架的时候 他也在我的旁边 他看见我一直很焦急的在那边找 但是找不到 然后他可能也意识到 他手上偷的有我的外卖 我就在旁边给快递员打电话 结果我回过头来发现他跑了 就怀疑可能我的外卖在他手上 然后我就冲过去看了一下 结果真的有一份是我的 去向他要其他几份外卖的截图嘛 然后他就说他手机没电了 然后不给我看 我就想核实一下这几个人的信息 结果发现他们都是不同宿舍楼的学生 然后他就跟我狡辩说这是他的朋友 行我会在我们校学上发一下 如果这些人丢了外卖的话 后面有确认说这几份确实是他偷的 因为我们统计大学校内有学生出来认领说这是他的外卖 这个听得让人很生气啊 拿别人家外卖还不仅理直气壮 推脱说自己手机关机了 拿不出点外卖的证据 之后还倒打一趴 说自己连外卖单子都没撕 不可能是外卖贼 这是什么逻辑 不过好在人小高同学逻辑清晰啊 给剩下的外卖拍照取证 只要有同学出来认领的这个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这小高同学呢把这事呢发到网上 话题冲上了热搜 被偷外卖的经历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啊 有人调侃说呢 没有被偷过外卖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 自己外卖被别人偷拿心情是真的不美丽 有网友就说自己是学生本来就没有多少生活费 有一次呢心情本来就不太好 点了外卖结果还被偷了 委屈到当场痛哭 金额不大 但是心灵伤害极大 甚至还有生病买药的也被偷的 这种情况下咱就不得不问问了 为防止外卖被偷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偷外卖的人到底算不算犯了盗窃罪 其实现在呢已经有高烧引进了外卖自提柜了 就是把外卖放到柜子里跟快递柜差不多 学生点餐之后呢 会收到专属的取餐码和具体的柜子编号 自己去扫码取餐 不仅防偷也防止发生拿错的情况 但是这个柜子啊比快递柜呢更高级 毕竟里边装的是要入口的饭菜 所以呢外卖柜呢还具备保温啊 智能自动灭菌啊 除味的功能保障大家的食品安全 还有更贴心的就是为了防止放太久 外卖如果被放进柜子之后的10分钟 30分钟都会进行电话 或者是短信提醒 如果超过90分钟还没有被拿走的外卖 就会被移除柜子 至于大伙的关系呢是否构成盗窃的问题呢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呢 偷窃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 爬窃的那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呢单处罚金 一份外卖的价格虽然不构上数额巨大 但是如果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 构成多次盗窃 就可以构成刑法上的盗窃罪了 比如说在2021年7月 就有一名47岁的大连男子江某某 因为多次盗窃他人外卖 还曾经盗取电动车一辆和月兵两桶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三千元 不过除了刑法之外呢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呢 盗窃诈骗 哄抢 抢夺 敲诈勒索 或者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 处于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 并可处以罚款 也就是说哈 偷一次外卖 可能不会构成盗窃罪 但是公安机关可以作为治安案件 进行治安处罚 莫伸人手伸人手 必被捉 哪怕就是一份小小的外卖 也会付出代价